嗨,大家好,我是Fly 一年的健康好运 其实泥浆节并不是只有以色列才有 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都有泥浆节 比如具有日本千叶县岛田里举办的泥浆节 还有韩国海水浴场的泥浆节和美国的泥土日 虽然这些国家的泥浆节也很激烈 但是还是比不上以色列的泥浆节 以色列的泥浆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脏的节日 这里的状况一般都十分激烈 来参加节日的男女都会穿很少的衣服 因为既不用担心弄脏衣服 也不会限制自己的发挥 你要以为女生在这样的节日会吃亏 那你就错了 女生在这里可一点也不比男生弱 以色列的女生一般都比较热情奔放 所以她们一般都会很热情地参与这个活动 在开始之前可能还会拉帮结派 几个人组成一个团队去对付一个男生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男生比较可怜 男生如果表现得比较飘悍 很可能还会得到一些女生的青睐 最后还可以带个女朋友回去呢 这个节日因为形式比较独特 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游客前去游玩 对此小伙伴们有想去尝试一下的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